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王子龍先生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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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 Hello 上個星期我臨結案陳詞的時候 我說要給你一個很大的題目 是 有沒有嚇到你死死了 不是很害怕的 應該應付得到的 講你聽聽 其實不是我自己很好奇 因為其實有人跟我講過 他說你一定要找一下小龍 因為小龍做很多監製的事 他做監製工作 其實跟很多劇場的監製很不同 所以我就心癢癢 我就很想知道有什麼不同 我想最主要的不同 因為我又做了導演 又做了編劇 我也是投資者 結果我的身分衝突都很大 就是每一次的交易 因為你知道其實導演是花錢的 監製是叫你不要花錢的 是管錢的 是 本身那個衝突已經有在 精神分裂的 精神分裂 我遇到那個衝突大一點 譬如我講一下 其實監製一般做什麼 因為我想觀眾未必很清楚 因為始終不是一個比較 常接觸的工作類型 其實監製最主要有幾部分 要主力負責的 第一部分就是 就是預製的工作 包括預算的工作 包括預算的工作 一些找人 找聯絡管理員的工作 這部分是很重要的 對我們來說 我們很粗力地說一說 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就聊聊天 其實譬如 我覺得做預算的工作很重要 對我來說 預算的工作 是一個預算的工作 是 因為一個預算的工作 它會決定了 你每一部分的錢 大約是怎樣 以及也都決定了 整個預算的層次 所以談的過程之中 就很小心 因為你知道劇場 其實預算的預算 很大彈性 就是你找任何人 很有趣的音樂圈的人 可以很親密 大家都有少少拍博 無論價錢上 有時會出現有些差距 當然有些 譬如後台工作人員 他們就會有一個 fixed price 但是其他人 真的因為他們都知道 哇 你一個小製作 你賺到多少錢 但我又很想一起做 都會有一個 adjustment 所以做預算方面 我們就要很小心 我們一般來說 用七成至八成 作為一個製作預算 但是八成就很樂觀 因為你知道有時 打風下雨 那一陣子又多戲 賣票 你知道有時 很多這些因素 我們要顧及 那麼預算我們要很小心處理 找人方面 要跟導演談 你想找哪些人合作 哪些設計師 跟你合作 你想試哪些新的夥伴 我們都一起去找 這一方面我們 對我來說 預算是第一項目的 如果做了這一範 做得好 我就覺得 基本上你打穩妝了 至少不用怕 到時不會出現任何漏洞 通常我做預算 有些特別是 譬如整體 我見過有些監製 你不太喜歡有這件事 但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你條數怎樣搬來搬去都好 因為實在 你知道導演有很多想法 突然想有影片 我想有幾眼電腦燈 那你的錢在哪裏找回來 可能你預算的時候 要有些想法 我要設定一些空間 給他 他可以有得走 第二步我們要做的 就是一些 市場 又或者所謂 市場 一些票宣傳 或者票簿的東西 宣傳票簿的東西 其實實在是 一個很深的學問 就是因為 一直做 一直都要學 對我來說 其實聽起來有點悶 但其實是真的 就是我也是一個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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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像星座 人們說星座 是一個行動 統計在那個年月日出生的人 那些 臉上 臉上 都是一個行動 對我來說 其實市場是一個行動 就是用甚麼形式 去接觸你的觀眾群 我記得有個笑話 挺有趣的 我最初跟人聊天 有些人說 他不是那麼喜歡市場 他就來問我 他說 我應該怎樣宣傳我 我問你 其實目標觀眾是甚麼人 你那個戲的目標觀眾 他說 我的戲由三歲到八十歲都合看 我問 三歲到八十歲都合看 男女老幼都適宜 其實個個都不合看 我說很老實 其實甚麼是目標觀眾呢 就是你真是要找一個你適合的目標觀眾 這個就在傳媒學的了 很有趣的 做傳媒 我們那時候做過一些比較大型的婦女雜誌 最初我們搞那本雜誌的時候 那些人都不看好 你只是做司拉客 你買得多少書 結果第一期二十萬 三個鐘賣完 嚇死 你明白嗎 這個數量是 二十萬是全港最高的雜誌 那個數量 是 因為其實在香港 或者外國也是 你一個家裡 誰花錢去買雜誌 通常就是主婦 家庭主婦 除非你說車 hi-fi 沒有說 甚至 其實他得到一個好的經驗 你所謂要在市場上第一 你不是要拿到整體性第一 因為有時沒有可能 就是資源 你真真正正要拿到的 就是你目標的第一 如果他在你心目中 覺得你是第一 譬如你是一些 indie show的第一 或者你是一些 年青人劇場的第一 或者你是一些探索式 一些比較潛衛的劇場 第一 他一想看這部電影 就想起你的時候 你已經有一班觀眾在 而那班觀眾可能已經讓到你 這是很現實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這個步驟就很重要 就是你目標的 生活模式 他接觸媒介 譬如有些人都跟我說 我想今次多做些宣傳 賣地鐵 chelf street 賣一些比較大型的宣傳 我說 其實你的電影是否適合 我說我看你的演員名單 其實那些演員都不是一些 Mask的演員 你買了一個這麼Mask的媒體 可能一百個人走過 都沒有一個是認識其中的演員 其實可能是浪費錢 這些是很現實的問題 對我們來說 Mask就是State up 你要研究那班人的生活模式 他的生活模式去哪裏喝東西 去哪裏吃東西 去怎樣活動 反而你可能集中火力 浪費少少錢在那裏 就有些效果 這是挺有趣 因為譬如 你知道我們的團 都經常說 W最喜歡擺錢在宣傳 但其實很有趣 我做過研究 原來我們擺錢的百分之 是差不多數一數二低的 譬如一般都會擺20% 我們是少於15%甚至10% 那為何別人會有這個感受呢 就是剛好我中了個目標 去看那個媒體 即是說現在你的目標 是他們回應給你 或覺得你做了很多宣傳 我經常都看到你的宣傳 但其實我真真正正 所謂用錢的宣傳 真是一兩樣 即是真是一兩樣Mask的交通工具 或者某一些他接觸的媒介 所以有些 好老實說 我們的show會有些明星參與 這樣就可能會大型一點 有些可能 其實不是那麼多明星參與 真的劇場的人比較多 我們反而會擔心 怎樣做好劇場內的宣傳 這是很有趣的 聽起來就覺得很 你已經說了 但其實不是的 真的 當你做好那個行程 甚至我們連戲名 都會有時做一些研究 這個很有趣 因為當然我不會聽完 譬如 我很記得的 當時我有一套戲叫 《一期一會》 我想完這個戲名 跟合作的投資者說 我想了這個戲名 因為我是編記者的導演 他說不行 這是什麼一期一 銅鑼灣廣場一期一 這是什麼 我一聽就覺得 這個名字不可以 我說不是 加上一句slogan 《一期一會》是一個日本茶道的術語 遇見一次就會 你一輩子 我便想了一句slogan 是相遇一刻也後感動一生 連同這句slogan 我做了一個研究 就問了我們的目標 很喜歡 那些辦公室女士 都覺得 這個很有故事 聽完很想知道 裡面發生什麼事 很日劇的感覺 對 很日劇的感覺 而且他覺得 有些東西在裡面 而那些東西 他不太清楚 甚至譬如我們去年 做了一套 叫做Octif 中文叫 柯迪夫 一聽他就說什麼 又是一些 不來那間的東西 然後又加上 一句slogan是說 人生就像音樂一樣 如果你只是停留在 你一個很pay safe的百度 你就會pay safe 但如果你嘗試唱高百度 或者唱低百度 你可能要take risk 但你可能拿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麼加上這個 他們便覺得 挺有趣 但我們這些都是做了 research 我們會問 一些target audience 會怎樣 但有時回來 他們未必 通常的戲名 你都喜歡 如果不喜歡 我們便會看 我們是否真的想試 那樣東西 他們會不會出現 一些他們不喜歡的原因 我是猜不到的 之前沒有想過 譬如說 這個戲名 太沒有幻想力了 如果我之前沒有想過 我就會真的反省 其實很有趣 對我來說 是一個stat 其實這些target audience 是否就是 你拿回之前的戲 完了 他們寫問卷回來 最主要是跟我們熟 即是看電影都熟 都會有 經常見到面 跟我們訂票 有些電郵跟他們聊天 有些是這樣的 有些是完全不是的 即是不看開劇場 但是target audience 即是不常入劇場 可能十套戲看一部 我們都想知道他們的意見 都會很現實 朋友的朋友便可以 即是找一些朋友的朋友 問一下 但你要找到這班人 即是你說 還要跟他們搭一搭 搭一搭 是呀 那是否又是你做完 因為你們真的有專業 早期我做完 現在好在 這一兩年 我已經聘請了一個全時間的工作 那便好些 早一兩年便是我自己做的 即是拉拉扯扯的工作 是的 因為我都要知道怎樣做一次 即是頭八年便自己做 但我覺得是好玩的 因為你會真真正正接觸觀眾 但很有趣的 你跟觀眾的關係 做監製也好 做編劇也好 你不可以跟他熟得那麼厲害 因為我不可以遷就觀眾 始終舞台劇是一個藝術品 他不是一個商品 我不可以為了遷就觀眾 而跟隨他的方向 但反過來 你完全不聽他的 脫離群衆 除非你在搞另外一些藝術 我擺明 WV創作社是一個比較重 跟年輕人接軌的劇場作品 所以我們都會聽 但我們又不想只聽完 這一個關係便很有趣 即是記住遊說 究竟怎樣可以保持得最好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都不會聽完 但至少做一個研究的時候 你會知道原來他們這樣想 起碼拿一個方向 是的 即不會 原來之前沒有想過 他會這樣想 即是會得到這樣的答案 對我來說 其實銀行是一個行動 是 即是這個是挺有趣的東西 但是好玩的 好玩的 因為好玩就是在於 有時候你沒有想過 那班觀眾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我們做完很多戲 都很有趣的 觀眾看到的東西 有時候多於你想到的東西 有些當然不是你想想的 但有些甚至比一些 老實說 有時候比劇評人更多 因為他真的打開心飛去看電影 他沒有包袱 他真的想到什麼 說什麼 甚至一些很細微 你的電影 連不連戲 細細細細的東西 他都會說 你這句對白有些問題 你之前不是這樣說的 LGBTQ 其實會有這麼細細 當然劇評人有些 看得比較深入 但他們的想法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也會聽到 觀眾的說法 因為你不知道他帶了一個 什麼去看 對 有時會有一個 準則去看一套電影 怎麼算好 怎麼算不好 但對觀眾來說 他可能在開空間 我想看看這個電影是什麼 對我的衝擊是什麽 计划有趣的学问 究竟如何做得好 如何做得没有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第三件事监制经常做的就是行政 行政材料 很多行政的集务根本是打集 什么都关你的事 买保险 买东西喝 因为不说买上桌子 但没东西喝 你都看了 你也要提醒饭盒 入到劇場真的要加鐘 有時拍不虧電影 我真的要加鐘 我都要訂飯 我都說試過 這一個鐘我看著台 說這個不可以 請四個A餐 五個B餐 因為如果 不要看小叫飯 如果飯一來遲了 整班觀眾人員遲了吃飯 你整個節目就沒有了 大家因為要等飯 其實很少到小小的東西 真的 譬如晚上七點鐘就彩派 有時你六點鐘叫飯 那間餐廳六點九才上來 你吃完飯已經七點半 那就浪費了半個小時 小小到這樣 都要顧及 所以就要 不行我四點半就要叫飯了 因為我要去六點鐘 就要準 所以其實監製就是 好像名字很大 其實就是打斬 但是那個滿足感就是來自 這個很顧及 跟每一個團隊的關係 很好玩 你監製又有跟外面不同的劇團 或者其他組織這樣做 如果是你做自己的 還加上投資人的身份 做事的方法會不會有些不同 因為下下 因為自己是導演 簡單一點 如果我幫過風車組劇團 幫過彭秀慧做監製 很簡單 沒有錢 省一點 很直接 即是說 最多錢搬來搬去 但真的不夠錢 但是我自己做導演 心思思我想景景更漂亮 那裏有多條樓梯 那裏有多個視頻的設計 都是錢來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自己是監製 有衝突的 但其實我的解決方法很簡單 如果我是導演的 我就不想錢了 我就想好的表演 到我真的要加入監製的部分 我就去做監製的角色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理想 但其實真的可以的 因為你監製一開始 所以我說那個預算很重要 一開始做我的預算 做完預算 我用導演的身份 看著預算的預算 我只要搬來搬去 我不可以突然說 我要多十萬元 因為我想多個視頻 但如果你要多十萬元 你便會剪掉景區 那你是否可以沒有景氣 但你開始做監製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把自己導演的版 按下去 我可以的 因為我星座是雙魚座 月亮是雙子 那些人說有四個性格 所以精神分裂 分裂也很重要 分裂也很重要 我可以很理性 你一寫劇本 就真的純感性 完全不想 所以最忌忌就是 做劇本的事情 突然有些顧客查詢 我張飛請問有沒有 就立即要回去很理性 按電腦 那個時刻是有些事的 即是那個 索卡 突然跳了去一邊 很感性的東西 那怎麼辦呢 就要再培養感性情緒 即是會有些衝突 但一定要這樣 沒有辦法 現在好些 因為我終於八年之後 有第一個全職員 他就可以幫忙做一些 比較理性的工作 或者行政一點 行政一點 真的票務一點 小於一個電話查詢 因為以前 顧客的電話查詢 就是我的手機是電話 即是有時拍電影 我關了電話 但留言 一開十個留言 立即要回覆 因為也是要顧及的 是吃力的 但也很慶幸 之前做了這些事 我現在就很知道 現在一個同事 他遇到的困難 或者怎樣做 這件事的問題是甚麼 那就很快就談到了 我覺得有時就是 有失就有得 所以其實 我想我做監製 和其他劇場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再入世一點 因為我自己以前做過傳媒 有些事是有些誤會的 他們覺得 你做開傳媒 這個你都會 你做開傳媒 你一定有很多聯繫 你幫我打電話 就應該有訪問 其實就不是的 很有趣 其實傳媒是要甚麼呢 涉而不捨就可以了 我自己出來搞劇團 我都很少找回一些老友 你幫我打電話訪問 我反而真的找回一些前線的記者 因為我以前的老友 全部都高級的老總 我反而真的找回一些記者 替他解釋這個戲是怎樣的 接著就是煩他 叫他幫我做訪問 是可以的 是不相信的 那些人不是的 你有很多渠道的 其實不是的 真的很簡單 對記者來說 你有訪問價值 比較好一點就是 我會知道他們 甚麼叫訪問價值 這個就是我們好處的地方 對 我們會 起碼想個標題 我們都知道怎樣想 對 還有找到些東西去銷售 對 我想最好處是這一樣 多個聯繫 因為你認識多少人 而且你每次高層壓下去 記者都不喜歡 不喜歡 即是你張心比記 你是那個記者 對 但是自己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 投入 以及有興趣的論文 其實我覺得 真的 如果劇場成功的銷售人 其實他應該 可以去量子 那條計劃 對 給記者 譬如他是婦女雜誌 的人 你可能是女演員 你便會去量子女演員的資料 對 那個切日點 是一個關於女性關心的東西 而不是一個很柔軟的 說我的電影很好看 我會不會有趣 即是比較遠的去銷售 因為那一陣子突然間 為何這個人經常出現 其實這樣已經是入了別人的過路 即是一個累積的分數 我們經常說很有趣 你做宣傳不是一定要每次銷售的 一個累積分數突然間覺得 這個人很想知道這個人多一點 我就買張票進去看他做的 是嗎 是的 如你所說 女性一點 我如果做29加1這樣算 他有一場護膚品 推銷化妝品 已經是他去講 即是很多一些 我覺得做宣傳要有一個很小心 就是不要扭曲那個電影 我們只不過是把電影 就是很效果的 給我這群目的 就不是去扭曲那個電影 這個我覺得我都喘捉得挺好的 因為譬如我剛剛和潘Sir合作 《孔著藍魚流》年來 他是導演 我都不會扭曲那個電影 你有什麼資料我就去銷售 就是反而不會說 你一定要這樣才激一些 或者先銷一些 就是反而我覺得 好的馬雅亭亭 你不應該扭曲那個藝術作品 你應該令到那個藝術作品 再能夠有效一些 達到那個目標觀眾群 因為總會有喜歡這部戲的人 沒錯 但就要花心思 像你所說的 想起設定點 想起那個稿的時候 有些不同 是的 第一就是幫助那個記者 或者那個編輯 你銷售到他 咦 聽得對 我可以用到 你最重要就是 能令到他 去做一個決定 即是趕快可以幫到你 第二 我想我們自己做過就知道 可能大家以為銷售是很難的 其實是 反過來傳媒 那麼多傳媒 他每天都要 報紙 他每天都要 每個星期都要出黑字 他都很想有人 給他一些資料 只要你有好東西 沒錯 就是這樣 其實是一個很 互衛互利的情況 是的 但我想好玩的地方就是 不同的角色身份去想 我們有好處 以前做過這個 知道 知道他們一些想法 其實我應該是做一做劇場 對 你正在做 我想我們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這裡 還有我想做監製最大的困難就是 是怎樣令到每一個派對都覺得受尊重 是很開心的 如果你真的能夠做到這件事 每一個設計師 每一個後台工作人員 每一個演員 編導人員 都覺得真的那個團結力量大些 是 這個我覺得是監製的工作 就是會大家共同去為那個項目而奮鬥 是的 就是有一個靈魂人物去把東西拉起來 我就喜歡買東西吃的 就是用食物去做一個最團結 因為我喜歡吃東西 有空就買一些外賣 大家 即是未必貴東西的 但可能遠一點買一些特別的東西吃 大家吃一餐很開心 吃完就很有力量去排氣 其實是的 其實很簡單 吃的時候會放鬆一點 其實人也很簡單 即是你吃滿足了 自然就 我便去做事 是的 有時真的肚子餓著 都很肚子 其實是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想做監製 這個角色又是很有趣 是的 即是人和 小龍你現在請我吃宵夜 走吧 走吧 但是我跟你說 好像很多事情都想說 但未說到 量一量期 好 不用一期一會那麼久 不用一期一會 好 當然可以 但現在先吃一會 好 多謝小龍 謝謝 拜拜